Odia Jungle 某网站前段时间发起这辈子可能不会去的县投票活动 询问了20岁至60岁间 共1349名网友 没想到日本观光圣地冲绳县荣灯宝座 引起大家热烈讨论 台湾网友听闻后也在社群网站上一样话葫芦 投票台湾人一生最不想去的县市 其中苗栗云林的讨论度偏高 搭火车经过苗栗时 沿途会看到一根根的锋利发电风车 图片来源 台湾东森新闻云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一名网友8日在某社群上问 台湾人一生最不想去哪一个县市 吸引许多人留言讨论 从推文中不难发现 苗栗的得票数最多 比例高达39.1% 有网友表示苗栗 连路过都只想赶快离开 甚至有自称苗栗人的民众说 我们真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了 不过也有网友帮忙频繁 指出苗栗有个水牛城 大家知道吗 那里有烤肉吃到宝佩露天风景哦 好望角 南庄 龙腾 盛兴 大胡 三亿都不错玩 有网友表示 苗栗县通宵镇的飞牛牧场 很适合全家大小假日踏青 图片来源 台湾东森新闻云 第二名是占22.6%的云林 台湾网友对他的评价是 完全不知道能干嘛的地方 空气差又无聊 因为景点最少 除了建湖山 不知道有啥可以玩 当然也有网友跳出来帮忙说话 还可以到湖北毛巾工厂 北港老街逛逛 汪山区走能鸟看台中 彰化 南投 云林 嘉义五线式的夜景 到海边还有美不胜收的师弟配上西洋 保证告白成功率大大提升 而曾经荣登美食沙漠的新竹 这次居然也排到了第三名 多数网友表示那里除了喝剂液 啥都没 食物就不用说了 难吃 都市规划也很差 不知道为啥抽烟人口异常多 再来的基隆则被说是台湾存在感最低的县市 此外 前阵子因为鲁味价格 而占据各大媒体版面的肯定 这次也被网友酸汇推其他地方的 一定都没被炸过 中国台湾网洋悬员标题 台湾人一生最不想去的现实是哪里 肯定心主榜